道明寺算什么?流星花园原本的男主角是花泽泪。原作漫画作家爆三大惊人内幕。 你还记得那些年我们一起追过的流星雨吗?不管是韩版、台湾版、还是陆版,都在推出时引起一阵小轰动。 日本推出流星续集《花过天晴》,道明寺客串登场造成网络轰动,证明经典角色魅力不减。 流星花园连载12年,至今发行量超过6100万册,还被台湾、日本、南韩等国改编成电视剧、电影、偶像剧焦母柴制屏也二度翻唱。 F4旋风即将来袭,但是你知道吗?其实漫画初期设定,花泽泪原本是男主角。 花泽泪原本是男主角,出歌国顺便让为了流星花园最初设定花泽泪是男主角,到明寺人戏太高所以传出改剧情。 图翻设自沈伟叶子推特。 流星花园故事初期,作者沈伟叶子设定王子气质的花泽泪是男主角,搭配女主角木野山菜,不过作品自连载开始,人气投票一直都是到宁寺位居冠军。 她在创作过程中,不断收到粉丝学问山菜会不会和道明寺在一起,还有两派粉丝互相,连助理也分成道明寺。 花泽泪两派,还在专栏无辜写著,三人一起获祝幸福的日子如何。 曼米胜传最后她顺应民意更改剧情,随着花泽泪去法国追学解藤唐靖,到明寺也逐渐被扶正变男主角。 神伟叶子连载在专栏中透露到明寺人气居官,助理分两派,图翻设字网络。 花泽泪小时候有字毕正。 花泽泪故事设定中小时候有字毕正。 花泽泪在原作中个性不擅长与人相处,连载初期设定小时候有字毕正,但是没有躲在自己世界的状态,引起外界质疑没有详佳说明。 由于实际上也有字毕正儿童可服障碍成长的案例,避免议论,现在大多强调角色是个性内向。 由于一直存在著花泽泪原本是男主角的说法,他后来在人气投票中也多次超越到明寺,两大男主角的魅力至今仍是不相上下。 原本作者要画F5,流星花园被翻拍多国版本,F4是最大看点,其实原作者本来想画F5。 F4指的是豪门出身的四位少爷,自己组成Flower4,简称F4成为英德学员的风云人物。 据作者沈为叶子在连转栏中透露,原本想写F5,但是第五个角色一直找不到机会登场,结果就只好还是F4,后来流星续集,他设定英德学员有Collect5,终于实现了五人组的目标。